嗨大家好我是影子,今天影子要介紹一個手機遊戲給大家叫做《妖神記》 那《妖神記》這個系列呢,是先出了小說,後來又出了漫畫,接下來再出手機遊戲 其實呢我一直都是《妖神記》漫畫的忠實粉絲 不一定追《妖神記》漫畫追了非常的久了 然後呢在去年又聽說《妖神記》居然要出手遊,所以我當時就已經非常興奮了 那《妖神記》手遊最近在公測了,所以影子馬上就去下載來玩玩看 然後呢今天影子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呢,在影子心目中最強的五隻角色 然後這五隻角色搭配起來的隊伍真的是非常的OP,我真的非常喜歡,愛死這個隊伍了 另外我還發現《妖神記》這個遊戲呢,還特別請了新的畫師去重製《妖神記》漫畫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是舊版的《妖神記》漫畫 然後這邊是新版的《妖神記》漫畫 其實新版的《妖神記》我覺得畫風真的是比之前精緻的非常多 然後人物的設計上面呢,也比以前更細緻,我真的覺得非常的棒 我在測試過大部分的角色之後呢,我真的覺得這五隻角色是目前這個遊戲版本最強最OP的角色了 然後剛好又可以湊成一個隊伍 這個隊伍裡面有坦,有打手,有補師,有給別人debuff的角色 這五隻角色呢,分別是《妖神》、《雨燕》、《鬼煞》、《龍煞》跟《雲夢靈神》 那有了這個隊伍真的是沒有什麼人可以打的,因為我超級強 那我今天整理出來的這個影片呢,也是為了給大家一個搶先攻略的方向 這樣大家就可以知道,我到底要拿到哪一些角色對我的隊伍很有幫助 我的隊伍要怎麼樣提升戰鬥力 首先第一隻要介紹的角色呢,就是在我心目中為第五名的SSR咒術師《雲夢靈神》這隻角色 這隻角色的樣子也非常的討喜,六億天使,你看看 雲夢靈神雖然是咒術師,可是他的主要用途呢,是給敵方上各種的負面狀態 這個遊戲的咒術師就像其他遊戲的法師一樣 大部分的用途是給敵方全體造成大量的傷害 但是雲夢靈神主要的用途是給敵方上各種負面狀態 我們先來看一下雲夢靈神的技能 絕技呢,就是我們玩家需要去點來主動觸發的技能 他的絕技是雲夢靈神對敵方全體造成相當於雲夢靈神法強的186.3%的法術傷害 並附加剿械效果,持續四秒鐘 處於剿械狀態的敵方呢,無法進行普通攻擊 也就是說呢,可以全體封住敵方的普通攻擊 而且普通攻擊不是只有純粹的一般攻擊而已 這遊戲很多的角色啊,普通攻擊都會帶有附加效果 像什麼吸血啊 不然就是普通攻擊可以讓你上一些負面狀態等等的 所以封住普通攻擊其實,作用比想像的還大很多 再來他的第一個被動技呢 雲夢靈神隨機攻擊三個目標 各造成自身法強35%的法術傷害 並對目標附加雲夢效果 雲夢效果會降低目標的20%物理攻擊和法強 所以呢,他又封敵人的普通攻擊之後呢 又可以降低敵方的物理攻擊和法術攻擊 所以這隻角色真的是 嗯,很厲害 再來第二個被動技呢 每當敵方目標附加的雲夢效果達到三成後呢 雲夢靈神會對其造成自身法強的276%的法術傷害 所以雲夢效果疊得很高的時候呢 還會額外觸發傷害 第三個被動呢 雲夢靈神的普通攻擊有18%加命中效果的機率 為敵方附加雲夢效果 然後呢,下面等級提升的時候還會再額外增加命中機率 所以連雲夢靈神自己的普通攻擊都會附加雲夢效果 再來看他的覺醒技 雲夢靈神每一次成功為敵人附加雲夢效果 都有50%加效果命中的機率附加額外一成 所以呢,這隻角色如果稱命中稱高的話呢 每一次的雲夢效果都算是兩成 所以他疊的就會非常快 然後另外這個被動技還會額外造成傷害 所以在給敵方降攻擊降魔法攻擊 然後不能用普攻之外呢 這隻角色還可以一直對敵方造成固定的傷害 真的非常棒的一隻角色 星魂的部分呢,我最推薦的是影席這個套裝 我推薦影席的原因主要是因為他有效果命中增加10% 效果命中對這隻角色雲夢靈神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屬性 可以讓他的雲夢一直疊加很容易打中敵人 所以這隻角色呢,就是效果命中稱高就對啦 然後呢4套的時候呢還會忽略敵方的40%護甲跟魔抗 那大家知道敵方如果雲夢疊的越高的話呢 雲夢靈神是會一直持續造成額外的傷害的 再來呢因為有6個位置嘛 所以4套之外呢我們還要裝備另外一個套裝 風雪之幼呢是兩劍的時候就會有生命增加10% 那為什麼要增加生命呢 因為我覺得雲夢靈神其實不是單純的給敵方輸出 他主要用途是降敵方的攻擊力 跟讓敵方無法使用普通攻擊 所以這隻角色最好撐一點坦度 這樣子還不會太容易死掉 再來我覺得最搭配雲夢靈神的意識雜呢 就是未知的情感這個意識雜啦 主要是減少受到的傷害 那跟我剛剛講的就是雲夢靈神需要一點點的坦度 再來第4名就是我們的陽星大姐姐啦 那手機版本裡面的陽星呢 跟我們原作的漫畫裡面的陽星長得有點不太一樣 這邊可以看到原作漫畫裡面的陽星呢是紫色頭髮 然後呢看起來沒有那麼的成熟 穿的也比較多一點點 那手機版本這邊有給大家一些福利啊 呵呵呵呵 這邊還可以看到陽星的妖靈 我覺得陽星的妖靈長得有一點像原作漫畫裡面的陽星耶 這個遊戲的光宣效果做的其實還不錯 你看地上還有一些綠光 然後手上會一直發光 這遊戲的光宣效果就是做的非常棒 OK回歸正題 陽星呢是SSR的戀丹師 那這個遊戲的戀丹師大部分都是補師 這邊可以看到生命護甲魔抗法牆全部都是A 所以他的基本素質是非常強的 他的主動技能是陽星變身之後釋放一道治療法術 為我方生命值最低的單位回復陽星法牆300%的生命 若此次治療造成的暴擊 則會為己方全體單位回復此次治療的70%生命 所以只要暴擊的話就會回復全體的血 再來他的第一個被動技呢 對敵方三名目標造成法牆90%的法術傷害 並對我方生命值最低的單位恢復陽星法牆120%的生命值 如果該技能造成暴擊的時候 則會為該目標添加持續治療狀態 在6秒內每秒回復相當於此次治療量的10%生命值 每1.5秒觸發一次 也就是說在6秒內總共會觸發4次 所以會一直補血一直補血 就搞得我們真的快死的角色會變得非常難死啊 因為只要生命力最低的那個角色就會一直被回復 不過這邊也看到技能也是要造成暴擊 所以陽星呢雖然是一個補師 可是他的暴擊機率要撐得蠻高的 因為他的技能都是暴擊的時候會有額外的效果 再來第二招被動技 陽星每隔16秒會為自身附加一個護盾 可以抵擋一次技能傷害以及其附帶的簡易效果 所以陽星這隻角色也是非常的難死啊 首先他的護甲呢魔抗呢生命都還算挺高的 都是有A級的 所以這隻角色防禦力也不錯 另外還會一直給自己有護盾 所以這隻角色又非常的難死 再來第三招被動技 提升蠻天花雨24%的治療量 那蠻天花雨就是我們剛剛所看的主動技 同時若蠻天花雨技能觸發暴擊的時候呢 則還會驅散目標身上的所有負面狀態 所以陽星真的是非常全面的補師 星魂的部分呢我推薦追魂這個套裝 搭配卓燕裡 追魂這個套裝呢主要是增加暴擊機率啦 他的技能通通需要暴擊 所以呢能盡量把他的暴擊機率撐越高越好 追魂的這個套裝呢第四件屬性 還可以在每級殺一個敵方單位的時候 恢復自身10%的生命值 再來卓燕裡呢兩套的時候也是增加暴擊機率 再來意識閘的部分呢我覺得陽星比較推薦穿這個 驚鴻燕因為他真的在暴擊機率 純粹的完全就是幫陽星衝高他的暴擊率就對了 你就會發現他的補血量真的是非常的噁心 第三名的角色SSR的煉丹絲鬼煞 他其實是假補師真輸出 這隻角色的輸出真的是爆表 我覺得這邊的鬼煞比原作漫畫裡面的鬼煞還更棒 這邊可以看到呢原作漫畫裡面的鬼煞 其實長得有點像混混的角色 重新繪畫過後的鬼煞呢 真的非常符合他的名字 就是非常邪惡的感覺 首先就是他的絕技主動技呢 鬼煞化身為嗜血鬼魔 對當前攻擊目標進行三次攻擊 每次造成自身法強202%的法術傷害 然後下面呢提升技能傷害可以提升到337% 那是打三次喔 所以這個數字要乘於3 你看如果提升到等級5的時候呢 直接就是攻擊目標1000%的傷害 如果目標死亡的話呢 則減少鬼魔暗炎的技能冷卻時間5秒 鬼魔暗炎是他的第一個被動技 鬼煞對敵方三個隨機單位 各造成自身法強155%的法術傷害 並降低其30%的護甲 持續10秒鐘 第二個被動技呢 鬼煞在場的時候 只要擊方的妖靈絲擊殺敵方的單位 都會為擊殺者提供一層鬼魔詛咒狀態 每一層可以增加3%的法術攻擊 最多可以疊加10層 他這邊只提到會加法術攻擊 所以呢搭配鬼煞的隊伍 最好都是法術攻擊的 剛好我今天要介紹的5隻角色都是法術攻擊 所以搭配鬼煞是非常棒的 再來鬼煞的第三個被動呢 鬼煞在場的時候呢 每層血魔詛咒狀態 還會為擊殺者提供3.6%的暴擊率 剛好呢又搭配到陽星啦 陽星需要暴擊率的 再來鬼煞呢 覺醒機是在擊殺單位 額外會獲得50%的能量提升 所以他的能量集的也是非常快的 星魂的部分呢 我建議給他穿明雷套裝 明雷套裝呢 兩套的屬性是增加攻擊力或法強10% 然後四套的屬性呢 是目標血量少於30%的時候 傷害量會增加50% 所以主要就是把這隻角色的輸出 撐得非常高就對了 再來第二個套裝呢 我建議使用暗之傷 原因也是因為他有兩件的時候呢 就會增加攻擊或法強的10% 那我覺得悄然而知真的是 最適合鬼煞的意識閘了 主要就是提升法術傷害 鬼煞這隻角色就是把他的法術傷害提升到極致就對了 第二名SSR的死侍職業龍煞 那死侍呢 其實就是這個遊戲的坦位 站在最前方吸收傷害的一隻角色 在原作漫畫中的龍煞呢 跟現在這個新版本的龍煞長相差非常多 這個新版本實在帥太多了 金頭髮旁邊還帶了一隻龍 他要主動進 對敵方前排群體敵人造成自身法強462%的法術傷害 這邊要注意他是以法強來造成傷害的喔 所以呢又跟鬼煞剛好又是搭配到 這一隻坦呢 真的是整個遊戲中我覺得目前最坦的一隻角色了 而且他雖然是坦 可是他技能的法術傷害倍率也是非常高的 這邊也可以看到技能提升到5的時候呢 是770%的傷害 他的生命是S等級 法強是A級 所以呢 法強也不錯 他的第一個被動龍煞對當前攻擊目標造成自身法強198%的法術傷害 同時為自身追加一個20%的吸血增益效果 所以他這隻角色還會吸血 第二個被動技呢 是龍煞永久提升自身的效果抵抗 第三個被動技毅力不倒 龍煞會在死亡的時候重生 他會復活的喔 為自己恢復最大生命值30%的生命 死亡後重生用盡全力 消耗當前剩餘的魂能 釋放崛起龍爪 並有50%加效果命中的機率 附帶沉默效果持續6秒 每場戰鬥只能使用一次 那他復活之後會直接使用崛起龍爪 崛起龍爪就是他的主動技 對敵方造成大量的傷害 如果自己本身剛好有吸血狀態的時候還會吸血 他的覺醒技能是重生後增加15%的生命和攻擊 所以復活之後呢 自己的攻擊力跟生命都還會額外再提升 所以這隻角色呢就是本身非常的坦 然後又會復活 然後又會吸血 髮牆的輸出也不太低喔 他髮牆輸出也是挺高的 所以這隻角色真的是非常的噁心 新魂的部分呢 我建議穿風雪之幼這個套裝 主要就是這個套裝呢 會增加自己的生命力 那四件套裝的時候呢 還會提升自身減傷30% 這個減傷30%非常的重要 再來我推薦的第二個套裝是明雷 原因是因為兩件屬性的時候會增加攻擊力或髮 10% 所以也就可以讓龍煞的髮牆提升10%之後呢 他吸血會吸得更多 位置的情感這個意識雜呢 非常的搭配龍煞這隻角色 然後搭配剛剛風雪之幼的星魂的話 他的減傷真的是無限放大耶 他這隻角色真的坦度會非常的噁心 這就是我們的第一名SSR咒術師羽燕啊 羽燕其實是火之靈神 因為在原作中跟主角比較熟 所以他的名字比較被眾人所知道 原作漫畫中的羽燕是白色的頭髮 身體是穿紅色的衣服 這邊新版的羽燕呢 頭髮是變成紅色 比較搭配火之靈神這個稱號 紅色絲帶變成了六個黑色的翅膀 我覺得有翅膀就是有讚 那為什麼這隻角色我封他為第一名呢 我覺得這是整個遊戲中最強最強的輸出了 大部分的遊戲中呢 只要輸出非常高的法師 通常他的坦度都不是非常的夠 但是羽燕呢剛好是相反 顛覆了傳統玻璃渣大砲的感覺 他是法術輸出超級痛 然後呢生命值是S級 就是本身又很淡 所以他本身有一定坦度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專心的把他的功能值力撐高就對了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給他第一名的原因啦 他的主動技呢 羽燕動用火焰法則之力 在敵方陣營中引爆一朵烈焰蓮花 對敵方全體造成自身法強310%的法術傷害 目標有火焰印記的時候 則會立即引爆該印記 對目標造成羽燕自身法強的100%法術傷害 他第一個被動 羽燕釋放烈焰對隨機三名目標 各造成自身法強122%的法術傷害 第二個被動呢 羽燕的普通攻擊有30%加效果命中的幾率 為當前攻擊目標附加一個火焰印記 那這個火焰印記就是剛剛我們給第一招來引爆用的 傷害會非常的痛 第三個被動呢 被羽燕附加了火焰印記的敵方單位 魔法防禦力降低30% 加到加5的時候魔法防禦力會降低至50% 直接降一半的魔防 然後剛好最強這五隻角色所搭配的隊伍 又全部都是魔法攻擊力的 所以呢這個降低魔防簡直就是對這個隊伍來說 非常大的提升 他的覺醒技呢羽燕印記觸發傷害增加300% 他真的這個覺醒技超級強 他本來爆炸的時候只會造成100%的法術傷害嘛 可是這邊印記爆炸增加300% 也就是變成400%的傷害 你知道這個傷害是多噁心嗎 再來星魂的部分我推薦裝備4個卓焰黎 然後呢裝備兩個暗之傷 卓焰黎這個星魂我覺得跟羽燕是最搭配的 增加暴擊會再度額外的提升他的法術的強度 裝備4件的時候呢 目標血量大於70%的時候 傷害量會增加40% 再來另外一個套裝暗之傷 一樣是兩套的時候增加攻擊或法強10%嘛 我覺得最搭配羽燕的是 驚鴻燕影這個意識閘 主要就是攻擊力高呢 我們就把他的暴擊機率也撐高 讓他一直暴擊暴擊暴擊的話會非常的痛 OK以上就是我覺得 目前遊戲版本最強的五隻角色 然後剛好五隻角色又可以搭配成一個隊伍 真的非常的強力 那這個遊戲我覺得他的人物設計還蠻棒的 他的人物設計跟漫畫中故事中 所表現出來的感覺非常的搭配 所以我覺得這個新版本的角色設計都很棒 那當然還有其他角色啊 金之靈神啊夜中啊 這是城主誒 欸夜中好帥喔 哈哈哈哈 我覺得比原本的版本還帥很多 這個夜中大叔 我覺得角色品質都比原作漫畫中還提升了不少 就是有把他們的特色表現出來 再來就是這個遊戲呢都有配音 我覺得他的中文配音不會非常的尷尬 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我玩過很多遊戲啊 其實在中文配音的時候 我覺得都會有點別扭 但這個遊戲我覺得還可以 這個遊戲的音樂 戰鬥音樂也做得不錯 然後每一個角色在釋放技能的時候 都有他專屬的配音 這遊戲的角色也非常的多變 每一隻角色都有他的獨特技能 所以玩家要怎麼去搭配你自己的獨特隊伍呢 是非常考驗玩家的思考能力 裝備的搭配呢 因為有星魂的套裝嘛 還有意識者這兩種東西 然後每隻角色都有他專屬的神器 所以有各種各樣的搭配啊 玩家可以自己發掘出你自己想要的搭配 我心目中最強的五隻角色影片 就在這邊告一段落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我會把這個遊戲的官方網站 貼在這個影片的下方 然後呢也會把他們的 重製漫畫的連結放在這個影片的下方 那在這邊謝謝各位的收看啊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再見 掰掰